我是長山村村民埃尼帕亞庫舖 前幾天我在鬥映裡看到了一封黑尔 封黑尔說我們新疆少數民族待遇不公平 我聽見很可笑 三年前村幹部看我們生活也挺困難的嘛 就是給我們出個點子讓我們打囊買囊 前面也挺辛苦的 村幹部和那個領導都給我們找了小路 找了客戶後面慢慢就好了 一年收入大概就是十萬元左右吧 封黑尔簡直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簡直就是胡說八道 我清醒生在新疆 生在中國